第340章六鸭跳级 清晨醒来就感觉到一丝丝的凉意 推开窗户一看才知道下雨了 只是雨很小她睡得又沉所以没发现 在屋子里活动了下又忙活起来了 不想十点的时候 二鸭带着双胞胎来县城了 田勺知道肯定是有事了 不然不会特意跑县城来找她 田勺也没问 只是笑着说道 中午想吃什么 我让你二姐去给你们买 二鸭一听就到 大姐不用买菜 今早娘杀了一只鸡让我带了半只来 炖个蘑菇鸡汤足够了 有半只鸡还买菜也太奢侈了 这又不是招待客人呢 你去弄吧 田勺说道 虽然二鸭炒菜的手艺不行 但炖个汤还是没问题的 进屋后五鸭推了推六鸭 见她抿住嘴不说话 指得自个儿说了 大姐你帮我劝劝她吧 我都劝了一个多月 死活都不愿意跳鸡 大姐 我实在是没撤了六鸭态度很坚定的说道 大姐 我不想跟五姐分开 田勺早知道她的心态 说到底就是没安全感了 就算跳级 你们也还是在一个学校 一起上下学 下课也能在一起玩 可是我要跳级到四年级 我就比她提前两年毕业了 镇上初中得留宿 我不想住学校去 这可真出乎田勺的预料 她只以为六鸭跳级到三年级了 你三年级的课本也都自学完了 六鸭不会骗田勺 她说道 大姐 四年级的课本 我也看了 题目我也做了 并不难 田勺知道她还是低估了六鸭 按照后世的说法 这是个学神 这么好的苗子可不能荒废了 培养好了 这就是国家的栋梁了 想了下 田勺道 你舍不得五鸭 想一直跟她在一起 可上课的内容 你都懂了 坐在教室里 你不觉得无聊吗 六鸭没支声 沉默 其实就是默认的意思了 田勺说道 六鸭 你知道五鸭为何一直劝你跳级吗 因为她觉得你不跳级 不仅是浪费钱 还浪费时间 另外 你这样 她觉得单个你心里内疚 五鸭连连点头 大姐真是厉害 一下就说出了她心头的想法 田勺摸了下六鸭柔软的头发 养了大半年 不仅脸色好看了 个头长高 头发也变黑了 六鸭 人都要长大 以后也都会有自己的事要做 不可能实时黏在一起 不过我们是姐妹 这是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六鸭不为所动 大姐 我不想跟五姐分开 白天可以分开 但晚上就想跟五鸭睡一起 不然她睡不住 田勺觉得这不是难事 笑着说道 你小生初的时候 所有学科考了满分 我就让来县里念初中 然后四鸭跟五鸭 也跟你一起到县里来念书 县城初中离这儿不愿 骑自行车十多分钟就到了 到时候可以给你伴走读 到时候你晚上还是可以跟五鸭一起住 六鸭眼神松动啊 说道 真的吗 天 少 爱连道 大姐说话算话的 不过你必须所有科目都是满分 不然县里的初中可能不收 等明年恢复高考 大家开始重视教育 初中肯定会择优录取 当然 小学要户口相对要麻烦些 到时候再想办法就是 六鸭立即松口 说道 那行 我直接念五年级 田勺没有答应 他觉得连跳两级就行了 直接跳到五年级 新校长未必会同意 六鸭见他不同意也没坚持 29号是周日 田勺在这日带了六鸭去学校找新校长 到学校看住要摇摇欲坠的房子 以及破旧的窗户 他有些心酸 在这种随时都有可能倒塌的房子里念书 实在是太危险了 而且这窗户破成这样 冬日里寒风吹进来 坐在里面念书的孩子不得动坏了 现在乡下的孩子念书 真的太难了 新校长听闻六鸭要跳到四年级 没拒绝 只是先拿了三年级的试卷给他做 再看到六鸭语文数学都是满分以后 就同意他跳几了 回去的路上田勺给他们讲了一个 归途赛跑的故事 讲完后问道 听了这个故事 你有什么启发吗 六鸭成瘾片刻后说道 不能骄傲自满 不然就 被人比下去了 能想到这个已经很不错了 田勺笑着道 对 不能骄傲自满 六鸭 你很聪明 但想要学有所成就只聪明还不行 还得勤奋努力 大姐放心 我会认真学的田勺问了一声道 以后多练练字 新校长盼了你满分 可若我是老师 字那么丑 我肯定要给你扣两分了 六鸭是见过田勺的字 念念的表示 以后会多多练字 回去以后田勺就发现 家里气氛有些凝重 二鸭眼睛红肿 显然是哭过 而田大灵夫妻两人黑住脸 六鸭见了 躲在田勺后面 紧紧拽住他的手 田勺想带了他进屋 却被田大灵叫住了 六鸭 你回屋去 爹有事跟你大姐说 六鸭很乖巧地 点了下头进屋去了 田勺并没主动询问什么事 而是看住三个人 等他们说 李桂花道 二鸭 把这事跟你大姐说 二鸭丑了田勺 见他神色平静 这才开口道 我刚与袁生说 送伯母去省城看病的事 没想到伯母一听 就说不去省城看病 说了好半天 我一生气就说 既不去省城看病 就将我给他的一百块钱 还回来 然后 他说钱弄丢了 李钱 加上我借的一百块 这么多钱被偷了 我就说报警 伯母不同意 我询问原因 他不说还跪在地上 求我不要报警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钱根本就没 丢而是用到其他地方了 不过田勺没之声 李桂花拍着桌子说道 两百二十块钱 又不是两毛二 就算用了 也总要知道 钱用到哪去了 二鸭擦了眼泪说道 我还追问 带袁生 红住眼眶 求我不要再追究此事 所以我 我就没报警 田大林 见田勺一直没之声 试探性地问道 大鸭 这是你怎么想 田勺说道 我之前就说过 家里的事 你们决定就好 不用问我 我有些累了 回屋休息了 说完也不管他们 静止出了堂屋 第三百四十一章 赵康求助 李桂花看住 田勺的背影 发冷 田大林想了下说道 桂花 你去找下胖嫂 请她去问袁生的钱 这钱到底用到哪里去了 李桂花气呼呼地说道 胖婶去问 她也 不会说实话的 还是我去 让她将钱还回来 田大林摇摇头道 你不能去 咱们两家刚定亲 闹大了两家脸上都无光 李桂花忍住气 去找胖婶了 田大林等李桂花出了门 她去找田勺 大鸭 这次的事不怪二鸭 二鸭去借钱 这是我跟你娘都同意的 田勺早知道了 若二鸭备注他们急钱 早被揍了 她心平气和地说道 爹 我知道你跟娘好心 但继母这病就是个无底洞 咱家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以后寄袁生再来借钱 不要再挤了田大林 笨了一声说道 以后不会的 咱家也不富裕 这次是袁生跪住地上 求我跟你娘 我们连她一片孝心 这才让二鸭去借钱 之所以然二 鸭去借钱 是家里就剩二十多块钱了 不过二鸭每月会将工资拿回来 三鸭做衣服能贴补家用 三小只开支都田勺管 所以手头虽没钱 夫妻两人也不担心 田勺点头道 爹你能想明白就好 看她这神色 田大林问道 大鸭 你不生气了 田勺忍不住笑了起来 说道 爹 我没生气 当日反对这门轻视 是担心寄袁生不会对二鸭好 我听二鸭说她对二鸭挺好的 这证明我之前的担心 是多余的田大林说道 原生字 定亲以来 每天早晨跟下工后 都会过来帮助钱种活 大鸭 这孩子真的不错 那就好 这样我也放心了田勺暗叹 六鸭都看出来的问题 你们两大人近一点都没察觉到 该说神经大条还是太天真 不过看继母这形式 不会栩栩土质了 这样也好 她也不想等太久 希望父母得了这次教训 不会再急慌慌地给二鸭相看 一急 就容易被人钻空子 吃过午饭 田勺与田大林夫妻说道 我每次回来 三鸭都在做衣服 这样搞下去不到三十岁就得瞎了 爹 以后三鸭借的衣服量 只能是现在的三分之一 他要这样要求三鸭 这姑娘就算答应他 也是糊弄 反倒是田大林跟李桂花同意 两人盯着他就不敢应奉扬为了 田大林本就不愿意 三鸭接那些火 所以答应得很爽快 吃过午饭 田勺就回县城了 他现在不是赶稿 而是在编写习题册 在李桥跟宋明阳祖孙的帮助下 他已经编出来了五本习题册了 他已经拿钱给古妃去弄印刷机了 只是这东西不好弄 费那么大的劲 才弄到一台又就又小的印刷机 傍晚的时候 二鸭回来了 是机缘生送的 知道田勺不喜欢他 到了巷子口 二鸭就让他回去了 过了两日 田勺就知道这两百块钱哪里去了 原来机大哥的次子香看了个姑娘 那姑娘家提出要一百八十八的彩礼 以及两身新衣服等东西 但机大哥拿不出这么大笔钱来 继母为了二孙子能取上媳妇 就将这钱奉献出来 二鸭气呼呼地说道 真是不要脸 拿我的钱给他孙子取媳妇田勺等他骂完了 说道 从下个月开始 每个月还三魁十块钱二鸭看他冷漠的样子 觉得很委屈 大姐 你是我亲大姐 机家这么过分 你竟都不生气 田勺不打反问 若纪元生还想带他娘去 省城看病 你会不会再去借钱 二鸭想也不想就到 不会田勺问了一声道 记住你现在这句话 若没做到就搬出去过了 两日赵康出外拆回来 听同事说有四九成打来了电话 还让他有时间就回电话 一听这话 赵康赶紧去了办公室 第一次电话拨过去没人接听 拨第二遍才有人接了 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赵康问道 我这段时间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 怎么到现在才回啊 他打那么多电话给培月 是想要确认他是否平安 田勺的 事事顺带的 培月说道 我这些日子整日连轴转 昨天半夜才回来的 你打这么多电话 是有什么事吗 赵康笑骂道 你还好意思问我 我打那么多电话 也不回 你呢 也不知道打个电话 跟我报个平安 那几日我愁得都没睡好 知道他 培月笑着说道 我没事 对了 你上次说什么 我很田勺不合适 是出什么事了 赵康含糊地说道 没有 是我对象说 小田在县里 你在四九成 隔着十万八千里的不方便 我想了下 也觉得是 培月按了一声道 我们确实不合适 我上次说的话 你没告诉他吗 他的职业太危险了 不敢处对象 说到这里 赵康多郁闷了 说了 他当时没说话 我以为他放弃了 却没想到 他对爱华说 只要你没处对象 他就不会放弃培月 想着两次见面的场景 他觉得田勺 是那种拿得起 放得下的人 而不是赵康所描述的那般 赵康苦住脸说道 为这事 我对象非常生气 这些日子都不理我了 培月 你亲自跟田勺说 让他早些死心 不然我这日子水深火热啊 培月凉凉地说道 我之前就跟他说 有未婚妻 是你告诉他说 我没未婚妻 你现在让我说清楚 我怎么说 说我有未婚妻 或者心上人 你觉得他会信 赵康真的很想 抽自己两嘴巴 若是时光能到回 他一定不会多管闲事 兄弟啊 这事你可一定要赶紧解决啊 本来我爸妈说 中秋后两家商定婚妻的 现在我对象 因为生气这事 也拖着 兄弟啊 我这可都是为了你 你不能不管啊 他还想年后就结婚 这样不用再住单身宿舍 可以搬楼房去住了 培月想着 他之前找着对象 跟自己嘚瑟的样 觉得真是现实爆 不过到底是兄弟 也不可能真让赵康 因为自己影响了婚事 我会写信跟他说清楚的 赵康说道 培月 只要你拿出以前拒绝 君 花的姿态来 这是很快就解决了 这是对培月来说 并不是什么好的回忆 他问道 还有事吗 听到没事他就挂了 第342章 培月的梦 培月挂完电话 又忙工作 过了一会 下面有人给他送来了 一叠厚厚的信 他翻看了下 发现里面有一封 是填少写的 想着赵康的话 培月立即将信给拆了 然后从里面 调出来一张照片 照片的姑娘 巧笑嫣然 顾盼身辉 漂亮的姑娘 他见过许多 像赵康之前说的 那个君 花就是难得一见的美人 但他没有感觉 所以当时想也不想 就拒绝了 但田韶不一样 这姑娘不仅聪明漂亮 还有智谋胆略 面对危险 也临危不惧 盯着照片 看了好一会 一直到有人敲门 他才将照片 放进抽屉 得了培月的承诺 赵康在下午下班后 立即去接李爱华 见他不搭理自己 赶紧说这事 很快就能解决 李爱华脸色不善地说道 怎么解决 赵康这次变聪明了 将锅甩给了培月 他说会自己 跟田韶说清楚的 爱华 这感情是两个人的事 咱们就不要过多插手了 他还想说的事 不能因为朋友 而冷落他这个未婚夫 前天他妈都打来电话了 问什么时候来永宁县 商议婚期 他以自己工作忙 为由说要往后推些天 然后被老妈狠狠骂了一顿 李爱华冷哼一声道 小韶的感情 我作为朋友 确实不宜过多插手 但这事 你之前有跟我商量吗 没有 你是被助我干的 不然的话 也不会有今日的事 赵康也不辩解 只承认自己 当时头脑发昏 还指天发誓 以后有事一定跟他商量 哄了小半天 李爱华的态度才好些 然后两人才去 国营饭店吃饭 点了个水煮鱼片 跟蒜苔炒肉 赵康吃了两口后道 这厨子越来越糊弄人 这水煮鱼 还没小田做得好吃呢 那顿饭后 他 的同事跟手下后来聚餐 就想去田勺那吃 可田勺那么忙 别说李爱华不会同意 就是他自己 也开不了这个口啊 李爱华笑着道 你要想吃周日到家来 我做给你吃 赵康吃过李爱华做的菜 只能说吃饱了算术 再多的就别想了 不过他知道不能说实话 不然对象肯定要翻脸了 于是横捧场地说道 看来周日我有口福了 也是在这日晚上 裴月忙完以后回到住处 他级别比较较高 也分到了一间房 坐在桌前 拿起笔写信 但却怎么也落不了笔 最后 他从信封里 又拿出田勺的照片来看 看了小田后 裴月放下照片后 走到窗前看向外头 大晚上的外头一片寂静 只有天上的星星 还在闪耀着灿烂的光芒 裴月并不是个 会为难自己的人 这信写不下去 他就放弃了 洗漱后躺床上睡下了 迷迷糊糊之中 好像有人在叫他 睁开眼睛一看 竟是田勺 你怎么来了 田勺笑着说道 想你了 就来看你了 裴月心头 旁若被一根羽毛扶过 麻麻的 酥酥的 不过最终 还是理智战胜了情感 他说道 田勺 对不起 我们不合适 田勺睁着大大的眼睛问道 为什么 裴月沉默了下说道 这 四年来 我有三次差点死了 我要跟你处了对象 万一哪日出任务死了 你该怎么办 田勺 我不能害了你 裴月 我不怕裴月很 坚定 该摇头说道 但是我怕 我不能这般自私 让你去承受这种痛苦 田勺 对不起 以后你会遇见更好的 说完他狠心将田勺给推开 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婴儿的啼哭声 将他惊醒了 醒来以后的裴月 再没睡意 他想不明白 自己为何会做这样的梦 第二天一上班 就被廖布达叫去了办公室 他说道 小月啊 你爸未出血住院了 你知道吗 裴月摇头道 不知道 他们没打电话告诉我 廖布达不由问道 你都多久没打电话回去了 裴月神色平静地说道 我以前每个月都有打电话回去的 只是最近每次我打电话回去 我爸都要发持脾气 他有高血压 为他身体助想 这两年我没事就不打电话的 廖布达听了不由 皱了眉头 他是相信裴月的 但想着女人的话 不由问 你上次回江省办案 是不是没有回家 裴月点了下头道 没有 没时间不是 没有 时间而是不愿踏足 有那个女人的地方 小时候 做些尚不得台面的事 也不去计较了 但他15岁时 却用那么下作手段陷害自己 每次想起来 恶心的就想吐 这些年他没回去 那个女人总在 气配厂家属院 说些似是而非的话 可惜他忘记自己的身份 所以不仅没损他名声 反倒让许多人同情他 廖布达说道 你从前年就没休过假 这次就休假回去照顾你爸 培育没有拒绝 再多的怨气 也都是自己的老子 老爷子现在住院 自己这个儿子 确实该去照顾 反正到时候就住医院 不回那个地方就是了 好 等我将手头的事做完就回去 廖布达文言笑道 你年岁也不小了 我这个年岁娃儿都有两个了 裴月 这次回去探亲 顺便也将个人问题解决了 听到这话 裴月脑海闪现过一道欠力的身影 意识到不对 他立即将脑海之中的 那道画面挥散去 然后摇头说道 廖叔 我暂时不想处对象 廖布达生气了 说道 你都二十五了 翻 年就三十了 还不想处对象 是要打一辈子公棍 裴月很是无奈 这一张嘴 就给他跨了五年 直接到儿立之年了 叔 我现在只想好好工作 处对象过几年再说 廖布达可不听他这一套 若你这次回家探亲 没将个人问题解决 等回来 我就让你沈子给你介绍 到时可不许推脱 不管是长相 还是能力工作 这孩子都是万里挑一 只要有心压根不愁 找不住对象 偏着孩子 对储对象 一点兴趣都没有 过得跟苦行僧似的 家里又是那么的情况 指望不上 看住都不落人 储对象竟变成了任务 这让裴月很无奈 这个任务 注定是完不成了 第343章裴月探亲一 裴月将手头的事处理完 就准备申请假期 就在这个时候 廖布达说 给他批半个月假 廖布达多给他假期 是有原因的 我们的人在江省 找了两个月 都没找着那位老先生 这也是田少有意为之 他小时候 经常模仿爷爷的字丸 写出来的字 有七八成 老爷子的火候了 裴月沉默了下说道 廖叔 对方心怀善意 我觉得不宜去查 廖布达摇摇头说道 这是上头的意思 行吧 既是上头的意思 那执行就好了 不过先头去了那么多人 都没将人找出来 他不觉得自己 就能找得到的 到时候随便查查 走个过场 收拾了下第二天 坐火车回了江省 自调网到四九城以来 他总在各地跑 江省也回过好几次 所以也没什么感觉 因为买的卧铺 回到江省时 人还很精神 不像其他旅客下火车时 跟双打了的茄子似的 下了火车 陪月先找了国营饭店 吃了一碗面条后 才去了江省人民医院 此时已经是傍晚了 进医院向男医生 打听到了 陪雪海的病房号后 就走了过去 等他转身 一个年轻的护士 捂住砰砰跳的心问道 这人是谁啊 那男医生摇头道 不知道 以前没见过这长相 见过一次就会记得 护士好想跟上去 只是他还得查房 心里郁闷的不行 顶住刺鼻的消毒水位 陪月穿过一段昏暗的走廊 终于来到陪雪海的病房 轻轻地敲了下门 听到里面喊请静 他才推门进来 陪雪海看到他高兴地 掀开被子就要起来 守在旁边的女人 眼疾手快给拦下了 说道 老陪啊 医生说 你现在不能多活动说完 他看向陪月道 小月啊 你回来了 怎么之前都不打个电话呢 陪月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 说道 不是你打电话给我领导 说我好几年不回家 电话也没有一个 父亲生病住院也不闻不问 现在又何必心心作态 陪雪海是四年前退休的 在此之前 陪月每次回来 都是去气配场看他的 从没回那个所谓的家一趟 而在他退休以后 陪月回了江省 除了偶尔打电话报个平安 就再没有回去过 哪怕在江省查案 也不回家 王洪分没想到 他竟这么不给面子 强笑道 小月 你爸未出血 我一慌张 就给你领导打了电话 你领导可能是误会了 陪月看都不看他一眼 说道 你走吧 这儿有我照顾就行 王洪分强笑着说道 小月 你刚下火车吧 我去买点吃的吧 陪月根本不赢他 陪雪海看住棺材脸的陪月 心里也堵得慌 说道 你别买了 回去照顾佳德跟笑笑吧 王洪分红住眼眶离开了 陪雪海看了心疼 说道 小月 那件事都过去十年了 你就不能放下吗 陪月神色冷漠地说道 我说过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这话不管过去多少年 都不可能变 你若是不想看到我 我不会来爱你的眼 陪雪海很难受 说道 小月 不过是一场误会 和至于如此呢 陪月觉得很可笑 竟到现在还认为是一场误会 不过无所谓了 当年他还小 对陪雪海还有期待 所以才会那么难过愤怒 再经了这么多的事 也看开了 见他不吱声 陪雪海知道自己说不通他了 你坐了这么久的火车 肯定也饿了 去吃点东西吧 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没事的见他不动 陪雪海说道 真有事 也还有一生跟护士 有事我会叫他们 陪月神色淡淡地说道 我吃过了 吃了一碗面 你不用为我担心 在外这么多年 早学会了照顾自己了 不会扼住自己的 陪雪海强笑了下 然后转移了话题 说起了灾区的事 陪月将那边的情况 详细说了 有的报纸上 登了有的报纸上没说 不过他说的 都不涉及保密思想 陪雪海听完后 有些难受 说道 没想到这么一个城市 就这么化为乌有了 其实要说受震撼的 还是陪月这些人 再看住成为废墟的城市 他当时有种感觉 在大自然面前 人其实很渺小 正说住话 王洪分提了个饭菜进来 小月 我给你打了饭菜 天色太晚了 国营饭店也没什么菜 就随便弄了两个菜 你快点吃陪月 没说话 只是拿了水果刀 削起了苹果 削好后 一口一口慢慢地吃住 陪雪海心头微色 说道 洪分 小月刚才在火车站旁边吃了饭 你将饭菜拿回去吧 王洪分神色微宁 早知道妻子会这么有出息 当日就不该将人得罪 死了 可这几年 她寄的东西退回来 打电话一听她的声音就挂了 怎么是好对方都不见 丈夫的话 对她也一样没用 过了两天 正巧是星期天 陪雪海跟王洪分生的三个孩子 到医院来探望 下头两个对陪月没好印象 看到她就拉着脸 直老大陪家冒见到她高兴得不行 陪家冒喊了一声大哥厚道 大哥 你回来怎么都不告诉我 我也好去接你陪月入伍之前 不仅是打遍全场无敌手的孩子王 还是学校的学霸 入伍后表现优异 年纪轻轻就调到四九成 还身居要值 每次提起这个大哥 陪家冒都是一脸的骄傲 陪月厌恶王洪分 但也不至于迁怒到他们身上 不用 你好好上好班 陪家冒年初满十五岁 然后就进场上班了 因为得父亲的余婴 在厂里还行 接下来的六天 陪月白日黑夜 都在医院照顾陪雪海 白日他将王洪分视入空气 他带来的饭菜跟衣服都没碰 都自己去食堂打饭吃 到晚上 他请护士帮着照看下陪雪海 然后到旁边的招待所 开的房间洗漱 衣服也花钱 请了招待所的人帮着洗 不让王洪分粘手 第344章 陪月探亲 二 陪月在医院照顾了六天 在陪雪海 能自己起身上厕所 医生就给做了详细的检查 然后说恢复得很好 可以出院了 办好了出院手续 医生还跟陪月 叮嘱了许多注意事项 这六天 陪月话事不多 但没日没夜地照顾陪雪海 这么多天没一句抱怨 医院不少人都夸赞 陪月将这些注意事项 都写下来 然后找人借了一辆车 将陪雪海送回了汽车厂家属院 陪雪海一回来 邻居跟老同事就上门来探望了 陪雪海现在身体还很虚弱 招呼了几个人就回屋休息了 他躺下没一会 又有两个退休的老职工过来看望 其中一个姓黄 与陪雪海关系极好 另外一个姓刘 以前是气配厂的复联主任 黄老爷子听闻陪雪海睡下了 也没去打扰 他板住脸看住陪月问道 这一个多月你都没有回家 陪月没有说话 没反驳就代表默认了 刘大娘看她这样也忍不住说道 小月 不是大娘说你 这些年你妈担心你在外过得不好 经常做了衣服鞋挖寄给你 还一直操心你的婚事 想让你早些成家 可这些年你人不回来电话也没有 你这孩子也太不懂事 王洪芬心头暗道不妙 忙说道 黄大哥 刘大姐 小月一直都很孝顺 只是隔得太远照顾不到 黄大爷打断她的话 怒骂说道 若是在四九城工作忙 可以理解 可她回了江省 哪怕工作再忙 一个多月都腾不出两个小时 回家看老父亲吗 我看不是没时间 是根本就是没心 陪月 身为子女 你连最基本的孝道都没有 与畜生有什么区别 这骂的 可谓相当难听了 说是接陪月的脸都不为过 陪月冷冰冰地说道 黄伯 你有句话说错了 我不是没心 而是不敢回黄大爷怒瞪着他问道 不敢 这是你的家 你有什么不敢的 刘大娘心里咯噔下 难道有什么大的隐情 王洪芬心头发慌 怕陪月说出什么难听的话 忙道 小月 黄大哥跟刘大姐误会你了 我会跟他们解释 你爸在咳嗽 你进屋看看他 陪月 却没给他留脸面 这是不说清楚 以后气配场的人 随便一个都能指着他鼻子 骂不孝子畜生了 陪月说道 我十五岁时 他污蔑我偷看他洗澡 我爸信了他的话 将我打个半死 等我伤好了 就将我送走了 然后我爸还觉得对不起他 为了弥补他 就将他弟弟 弄进了厂里黄渤 有着女人在家 我如何赶回 我要回来 他又污蔑 我对他意图不轨 怎么办 黄渤 我不敢拿自己的名声 与前程来赌 这个惊天响雷 炸得黄大爷跟刘大妈 久久回不过神来 王洪分脑海指两个字 完了 黄大爷回过神来说道 我记得你当年确实被你爸打过一顿 打都屁股都快烂了 但你爸说是你偷拿了家里五十块钱去外头乱花 这才打你的当时他还觉得该打 这么小就偷拿家里的钱 不好好管教 长大 不得杀人放火 反倒是他媳妇觉得培阅可怜 还说有后娘就有后爹 刘大娘也记得这回事 不过因为拿的是自家的钱 大家只觉得这孩子太顽劣欠管教 到没有坏的地方想 培阅并不知道这事 文言脸色越发冷了 我妈临死之前将家里的存款都给了我 就算顿顿吃肉 这钱也能让我用到二十岁 我犯得住去偷家里的 还有 当年他只有当住我爸跟你们的面 才会对我嘘寒问暖 家里门一关他从不跟我说话 也不许裴家冒跟我玩 也亏得他早熟对王洪分有防备 他这计策没成功 可要换成一个渴望母爱又性子敏感的孩子 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就废了 两位老人互相对望了一眼 然后留大妈小心翼翼地说道 小月 这里面会不会有误会 陪月轻蔑地说道 没有误会 若不是那件事后 我爸就将我 送走了 我肯定会想办法弄死他 黄渤 刘姨 四年前我爸退休 我每个月都往家里寄了钱 逢年过节也会寄东西回来 黄渤 刘姨 我跟你们保证 若我爸愿意 我以后会接他去四九城生活 不过其他人 我是不会管的 两人看了一眼脸色发白的王洪分后 叹了 一口气离开了 陪雪海在王洪分的眼泪之中 醒了过来 知道陪月将这件事捅出去后 他头上的白发更多了 小月 当年的事是一场误会 而且事情过去那么多年 你为何还要揪着不放 我知道你恨你阿姨 但家冒他们还要做人陪月有个问题 一直盘缓在心里 只是以前没寻到机会 他说我偷看他洗澡 你就信了 我说没有 你倒没听见 在你心中 我就是个色中恶鬼嘛 他那时候都还没开窍 女孩子主动找他玩 都嫌弃得不行 陪雪海满心的苦涩 他没怀疑陪月对王洪分 起什么龌龊的心思 只以为陪月长大了 对女人起了好奇心 但这也是很危险的行为 所以就将他毒打了一顿 却没想到这顿打 让他记恨到现在 小月 对不起 当年爸爸是害怕你误入歧途 意识助击才对你动手的 这些话陪月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当伤害已经造成 对不起三个字 是最苍白无用的 陪月说道 你知不知道这事以后 我看到女人就怕 怕在美丽的皮囊下 藏住的是恶毒的灵魂 所以你也不用费心思 给我安排相看 我这辈子是不会结婚的 陪雪海如遭雷击 走出卧房 陪月就看着王红分在那哭 而三个孩子围在他身边宽慰 陪家冒霉之声 但陪家德正是冲动的年岁 他一脸怨恨地看住陪月道 你又跟我妈说了什么 让他哭成这样 陪月 你既不喜欢我妈跟这个家 那就不要回来 陪月痴笑一声道 我不想回来 是你妈到处宣扬我不笑 逼住我回来的 陪家冒红住眼眶说道 哥 是爸想你了 还说怕死了 都见不到你最后一面 妈又找不住你 没办法 只能给你领导打电话 这话鬼都不信 也只有他的三个孩子会信 第345章第三次见面 陪月看住陪家德 怨恨地盯住自己 突然觉得没必要 给王红分留有余地 因为他不配 本来事情过去这么多年 若你老老实实的 看在我爸年事已高的面上 我不与你计较 但你非得实时来恶心我说完 他看向陪家冒三兄妹说道 当初他会嫁给爸 就是冲着霸氏气配厂 副厂长的身份 有这样的身份 才能拉拔他全家 王红分枯住说道 小月 我没有 你对我误会太深了 陪月赤笑道 没有 就你哥哥跟弟弟妹妹那德性 能进得了厂当工人 我妈活着的时候 谁不夸他 大公无私 一心未尝 六年时间 从主任升到了副厂长 可娶了你以后 厂里的职工都说 他恨不能让气配厂改姓王 若不是被你跟王家人拖累 当初他也不会被人举报 气配厂新任厂长 就是他陪家冒惊恶地看住王红分 妈 大哥说 得都是真的吗 陪家得气的不行 陆吼道 哥 你到底是哪边的 他的鬼话你也信 陪月根本不屑 跟他们争辩 说道 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们在厂里一问就知道了 王红分 你能哄得他为你跟王家鞠躬尽瘁 那是你的本事 想让我给他们王家跟你儿女当牛坐马 那你就打错了算盘王红分是农村出来的 因为手巧当年幸运地进了制衣厂 做了一员车间女工 他长得漂亮 性子也温柔 不少人给他做介绍 结果让众人大跌眼镜的是 他竞价给了比他大28岁的裴徐海 不过 后来众人才知道这女人的厉害 他凭极一己之力 让全家人脱离了农门 王红分为何这几年对他频频示好 裴月心里门清 不是觉得自己错了 而是他爸退了休 没有权帮衬布了王家以后 也无法安排裴家德跟裴孝孝的工作 所以就盯上了他 裴家德觉得他是在污蔑王红分 冲上去想打裴月 裴月没将他放在眼里 侧身就让他自己撞到家具上 然后说道 若你再败坏我的名声 我就让你们王家的人 从哪来滚回到哪去 你若不信 尽可以试一试撂下这句话 他就离开了 王红分再没想到裴月现在这般狠 一点都不顾及老裴刚做完手术 受不得刺激 以及弟弟妹妹的脸面 早知道会是这个结果 死也不会打那个电话 不到一天 王红分对裴月前的那些事 传遍了这个家属楼 有职工说道 我就说这里面有猫腻 他要真的将裴月 当亲儿子一样看待 那孩子能这么多年不回家 还有个大姐更是嘲讽到 裴月是 咱厂长长得最好看的孩子 若是想耍朋友 大把的小姑娘愿意 她怎么有脸说 裴月偷看她洗澡 也就老厂长鬼迷心窍 才会信这瞎话 王红分在气配场 那一时之间名声扫地 而影响最大的 就是她三个孩子 裴家德跟裴笑笑 被同学跟同龄人疏远 没人跟他们玩 裴家帽同样受了很大影响 厂里许多人问她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导致她都不想去上班了 裴笑笑回家总跟裴雪海哭 裴雪海也后悔得不行 早知道会弄成这个样子 就不让裴月回来了 王红分看住小儿子 每天都鼻青脸肿地回来 哭着与她说道 老裴 要再这样下去 家德跟笑笑就毁了 老裴 你去求求裴月好不好 她去找 裴月只会适得其反 但老裴去的话 总归得顾念父子情分 裴雪海摇头道 你别再去招惹她了 若不然哪里她跟我断绝关系 真就一点都只靠不上了 你是她爸 除非她不要虔诚了 不然她不敢 跟你断绝关系的 王红分说道 裴雪海面露苦涩道 为了家帽跟家德 你就听我的 别再去招惹她了 看她这神色 王红分不由想起一个事 厂里许多老职工都说 裴月跟裴雪海 与赵仪一点相似的地方都没有 完全不像是夫妻两人的孩子 她心里不由咯噔了下 老裴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裴雪海摇头说道 没事瞒住你 反正你就听我的 以后别再去惹她了 王红分不敢再问了 裴月查了一天 并没找着有用的线索 她本就是走了个过场 第二天买了去永宁县的车票 赵康看到她旁若见了鬼 拉着她问道 你怎么来了 裴月说道 我爸为出血住院 领导批了半个假 现在她出院已经无大碍了 就过来看看你 顺便跟田勺将事情说清楚 赵康顿时苦住一张脸 怎么了 难道又有什么变故 没什么变故 是赵康觉得她来得太不巧了 本来已经约好了 周六她爸妈来永宁县 跟未来岳父岳母商议婚期 要是裴月跟田勺没谈好 惹得田勺伤心 爱华肯定又要将这笔账 算她头上了 赵康拉着裴月道 你先去我宿舍内休息下 等下班后 我带你去找田勺 好 去了赵康宿舍 裴月洗了一把脸后 就到躺床上补觉了 这些天不是在医院照顾人 就是查案 都没休息好 这一觉就睡到傍晚 然后 被赵康拉起来去找田勺 到了惠山街的巷子 赵康有些不敢走了 裴月看她这紧张的样子 觉得好笑 调侃道 没结婚就怕成这个样子 结婚以后 家里还有你的话语权吗 赵康说道 我这 这不是特殊时期吗 兄弟 你等会优住点 别让惹得小田哭 最好和平解决这事 不然我对象又得一两个星期 不理我了 裴月点点头 算是答应了 到了门口 赵康一边敲门 一边大声喊道 小田 小田 是我 赵康 你快开开门 田勺刚吃完饭 准备进屋继续编写CT 听到她的喊声 以为有 什么事赶紧开门 结果门一打开 看到赵康后头的人 愣住了 裴月惊讶不已 头次见田勺 小脸辣黄 身材也单薄 就一双眼睛 异一声灰 格外显眼 第二次见面 田勺气色红润了不少 但人还是很瘦 而这次 田勺皮肤白而通透 隐隐有光 一双眸子 旁若一江春水在流动 最重要的是 她身上那股 让无法忽视的独特气质 越发浓烈了 砰 砰 砰 裴月的心跳得厉害 但她常年都冷住脸 让人无法看透她的情绪 第三百四十六章男妖精 田勺看到裴月 猜测到她会出现在这里 肯定是赵康的功劳了 不过她工作繁忙 特意跑来是不可能 肯定是出差办事顺道过来 见裴月站在门口 她笑着说道 近来啊 楚在那儿做什么 赵康看她神色 跟往常一样有些奇怪 这姑娘不是对裴月情根深重吗 为何一点都不激动 将人迎进来后 田勺招呼两人 在院子里坐下后 去房间搬了个西瓜过来切 赵康示意裴月开口 见她不说话 指得自己开口了 别 别 不要这般破费 这西瓜你留着自己吃吧 裴月这次来 是有事跟你说 说完我们就走 田勺脸上笑容不变倒 有什么话 等吃完西瓜再说吧 赵康踢了裴月一脚 见她还是不说 都有些住击了 这家伙搞什么鬼啊 来之前说的好好的 现在去装死 裴月是觉得 当着赵康的面拒绝田勺 会让她没面子 要说 也是两人单独说才行 赵康伸手就要拿切好的瓜吃 结果被田勺嫌弃了 洗了手再吃 裴月站起来 迈开她的大长腿 就进了厨房 赵康赶紧跟上 进了厨房 还回头看了下 发现田勺还站在原地 这才小声道 你搞什么 不是说跟田勺讲清楚 怎么半天不吱声地 裴月含糊道 等会再说 赵康却是有些急眼了 说道 等什么等啊 这种事宜早不已晚啊 你以前拒绝那些姑娘 不是很乾脆吗 怎么这次黏糊糊的在军 忠实惹哭了多少的姑娘 这家伙不仅不仅没半分内疚 还说是为那些姑娘好 裴月没回她的话 洗完手就出去了 吃完西瓜 裴月问道 你吃饭了没 若是没吃 我请你去国营饭店吃饭 田勺笑着道 我吃过了 就不跟你们一起去了 赵康很是疑惑地看住田勺 按照他的想象 田勺看到裴月应该非常兴奋 然后想时时跟他待一块 就像自己 不忙的时候 恨不能粘在爱华身边 那我们改日来吧 赵康可不想拖 这是越快解决越好 他说道 田勺啊 你做的青菜肉丝面 比国营饭店的还好吃 给我们整两碗吧 田勺看住裴月 笑着道 你是客人 听你 的赵康姿呀 这话说得好似自己不是客人一样 裴月说道 那就麻烦你 做两碗青菜肉丝面 田勺进房间里 拿了面条跟鸡蛋 裴月没有坐在院子里等吃 而是跟住田勺进了厨房 说要帮着洗菜 田勺看赵康 跟个大爷似的坐在那 觉得回头好好跟爱华姐说道说道 家务事 还是得夫妻一起干才行 煮面很最简单 田勺一个人 就能很快搞定不须人打下手 不过他还是指挥 陪月切海带 看住切得根根 差不多大的海带丝 田勺忍不住问道 你刀工怎么这么好 也经常做饭 陪月点头说道 我妈没了以后 我爸忙于工作经常不 回家 有时候食堂吃腻了 就自己做饭 他没说的是他喜欢吃辣 可以说是无辣不欢 王洪芬进门后 知道了他的口味 做的菜故意不放辣椒 还美名其约他爸年岁大了 得吃清淡的 吃不下那菜他就自己做 王洪芬见状就故意锁了橱柜 他不仅砸了橱柜的锁 还告诉了邻居 知道他不好惹 王洪芬不敢再客扣他的吃穿 不过改变策略开始了冷暴力 田勺笑着说道 我小时候 不仅要洗衣做饭打理菜园子 还得带下头几个妹妹 说起来 谁都不容易 知道两人胃口都大 田勺给他们煮了一大碗的面条 再配了凉拌海带丝 跟醋黄瓜 赵康看两人一前一后 走出厨房 神色有些古怪 没等他开口 二鸭回来了 二鸭看到裴月 一只脚在里面 一只脚在外头 就那么目呆呆地看住 这模样 好似丢了魂 田勺咳嗽了两下 叫了二鸭 见他回过神来做了介绍 这是赵康的朋友裴月 你听说过的二鸭师声道 他就是裴 月啊 莫怪将他大解钩的魂都没有了 原来是这么个男妖精啊 田勺轻笑道 对 他就是裴月 你手里拿的什么 二鸭扬了扬手里的袋子 笑着说道 食堂还剩了几条小鱼 他们都不愿意要 我就给买下来了 等会放锅里烘钱 明天也多个菜 其实没给钱 故意这般说 是不想田勺骂他 三魁从夜宵回来总喊饿 就他那食量多少饼钱 都不够霍霍了 所以若食堂有剩饭剩菜 二鸭就会买点回来 若没有就煮面或者粉 现在天气炎热 你赶紧去弄 不然胃会更重 二鸭拿着袋子进了厨房 再没看陪月一眼 田勺笑着鱼两人说道 若知道二鸭会带鱼回来 我就给你们做鱼粉吃了 有着已经很不错了 陪月吃面的时候 发现这面做得确实不错 莫怪赵康之前夸赞说 田勺样样厉害呢 吃饱喝足了 赵康拉着陪月说道 小勺 我们吃饱了 天色不早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 田勺乱了一声道 我送送你们吧 赵康等的就是这句话 有二鸭在许多人不好说 去外头找个僻静的地方 让两人说清楚 二鸭走出厨房 看住陪月的背影直皱眉 他觉得等会要跟田勺 好好说下这个事 男人长成这样太危险了 到了马路边上 陪月说道 赵康 你先回去 赵康朝着田勺笑了下 然后将陪月拉到旁边 叮嘱他等会说话 要委婉一些 别那么直接 他是怕陪月像以前在军中那样 说话不留情面 将人惹得嚎啕大哭 田勺要被他弄得崩溃大哭 爱华还不得敲破他脑袋啊 想到这里 他觉得自己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做好防范 陪月看他说个不停 有些无奈地说道 我知道了 你忙你的去吧 放心 不会连累你娶不上媳妇的 若不是他天天打电话 跟个催命鬼 是的 他现在也不会在这里了 赵康苦住脸道 我媳妇说了 若是小田以后 因为你一辈子没嫁人 到时候他就带着孩子 跟小田一起过 兄弟啊 你可不能让我老了 成姑家寡人啊 陪月觉得这里爱华 也是个奇人了 什么话都敢说 你若回去没事 就去找你对象吧 这个还用你说 第347章 心动而不自知 两人出来的时候 天才刚刚暗下去 有些闲家里闷热的大爷大妈 搬了个凳子 走在路边乘凉 一边聊着天 一边拿着菩萨山风 看住很悠闲 田巢看住他们 突然觉得 没有现代科技 也挺好的 若是在40年后 车子一辆辆地开过去 扬起一阵灰尘 哪有人会在马路边上乘凉 走了一小段路 陪月一直酝酿怎么开口 可抬头看住田巢这话 却怎么都说不出口 他不说话 田巢就在前头 慢慢地走住 走了十来分钟 陪月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了 急步走到田巢前面 一鼓作气道 田巢 对不起 我不想处对象 田巢故作疑惑地说道 我又没求 你跟我处对象 你特意跟我说这话 做什么 陪月了一声 这走向跟自己预期的不一样 不过他反应也很快 说道 田巢 你非常优秀 是我所认识的姑娘里 最优秀的一个 只是我们不合适 我相信 以后你一定会遇见更好的说 这话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他觉得胸口 有些闷闷的 很不舒服 这种感觉很陌生 让他本能地排斥 田巢笑了下说道 这话说得对了 我这么优秀 未来的另一半 肯定也要很优秀了 陪月之前就觉得 他对自己的态度不大对 只是又那你说不上 来 现在看到他被拒绝还笑 他突然明白过来了 田巢 你说喜欢我 并不是真的喜欢我 对吗 为什么这么说 陪月很直男地说道 以前我拒绝那些姑娘 他们都很伤心 但你没有 田巢咧开嘴笑道 我没有伤心大哭 是因为我将悲伤 藏在心里了 你有没有伤心 我感觉得出来 田巢 你为什么要让众人误会 误会你对我情根深重 田巢也没再瞒着他 苦住脸说道 我这也是没办法 自捐款的事 被那个记者报道出来以后 领导 同事 就连爱华姐的母亲 杨阿姨都开始热心给我介绍了 这次跟敏一远的那次不同 他们介绍的都是家事好 有能力长得也不差的 其中杨阿姨介绍的那个 才23岁就评级自己能力 要调去省城工作 我现在暂时不想处对象 但却被弄得烦不胜烦 正巧我拒绝杨阿姨介绍的那人时 爱华姐问我是不是还惦记你 我顺嘴就说是 结果杨阿姨知道后就放弃了 我觉得这方法不错 后来再给我介绍 我都以此推托了 陪月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 那就好看他这样 田勺猝住眉头说道 你怕我会纠缠你 陪月摇头道 没有 我只是觉得这世上 有许多美好的东西跟事物 不要将感情看得比自己还重 这话是什么意思 有姑娘为你自杀过 陪月摇头说没有 还表示自己有感而发 田勺不信这话 他感觉陪月应该是遇见过什么事 只是前他们这一行的心理素质应该很强 什么事能让他落下这么大的阴影 见陪月不愿意说 田勺也没刨根问底 陪月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若想回答可以说 不回答也不勉强 什么问题 田勺想了下 道 你是单纯的没看上我 还是说因为职业危险 所以不敢处对象 若是没看上我 那没什么 可若是后者 我觉得你想法太片面了 从事危险职业的人 很多 远的不说就说赵康 他也经常出外情抓坏人 途中会遇见各种危险 但他没你这般悲观 陪月摇头说道 我的工作性质 跟赵康的不一样 田勺文言 停下脚步 看着他疑惑地问道 陪月 我不明白 你这样子 为什么好像自己随时都会没了 从我调到这个单位 到现在 已经有六个同时牺牲了 田勺现在明白 为什么他说自己不处对象 确实很危险了 你们很伟大 因为有你们的牺牲 我们才能安居乐业 陪月觉得 他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 两个人静静地往前走了一段路 田勺觉得气氛有些压抑 天色不早了 咱们回去吧 折返回去的途中 碰到几对压马路的情侣 那种压抑的气氛消散 聊不少 田勺主动挑起了话题 问道 你是特意为这是 从四九城来永宁县的 陪月摇摇头 说道 是 我爸未出血住院了 昨日出院 现在在家休养 正巧还有好几日假 所以我就过来看下赵康 顺便跟你说清楚 省得给你造成困扰 结果人家压根不是对他情根深重 而是拿他荡挡剑牌 不过他也没埋怨赵康 这家伙因为这事 没少被他对象摧残 想一想还挺可怜的 回到家 田勺朝住陪月挥了挥手 说了一声路上小心后 就关了门 结果转身时吓了一大跳 二压跟三魁 不知道什么时候 并排站在院子里 你们干什么 二压急步走上来问道 大姐 这个人来找你做什么 他不是来找我的 是休假来看望赵康的二压 心情很复杂 这要成了 田勺去了四九城 几年都见不到一面 最重要的是半点都只靠不上了 可从感情上来说 作为姐妹 他也希望田勺 能嫁给自己喜欢的人 三魁挠了挠头道 姐 他特意来找你 还跟你一起压马路 是不是要跟你处对象 田勺看得出 陪月并非对他无异 只是他思想负担太重 你们管好自己的事就行 我的事你们就别瞎操心了 两人没有到结果 都有些失望 与此同时 赵康见到陪月也问了 怎么样 事情说清楚了吗 陪月 本来想说 田勺只是拿他当挡箭牌 只是看着他一脸期盼的样子 改了主意 我一开口 他就将话岔开了 看他这样那些话 我说不出口了 赵康抓着陪月胳膊问道 从不拖泥带水 怎么这次黏糊糊的 老陪 这可不像你啊 陪月不说真相 是怕李家的人知道此事 又给田勺相看 给他带来困扰 赵康看他 扶植心灵道 老陪 你不会喜欢上小田了吧 老陪 这不行 小田跟你不合适 这话在电话里说过一遍 现在又提了 陪月觉得这 里面肯定有内情 田勺做了什么 让你态度大变 赵康顿时有些头大 小刀